這條位於桃園歸山的萬壽路 有分新路跟舊路 新路叫東萬壽路 在地的人都會騎舊路 因為新的那條有沙子廠 所以沙子車很多 又加上坡度大 彎道多 機車騎快的話 很容易打滑 曾在短短一年內 造成上千騎車禍 奪走九條人命 因此這條路也曾被職業司機 評選為全台三大奪命路段的第一名 消防員表示 在十幾年前曾有名女駕駛 半夜在萬壽路跟汽車對撞 在將她拖出扭曲的車後 女子告訴消防員 當時她看到有名男子 從馬路邊衝出來向她招手 她為了閃避才會撞到來車 還有人半夜從台北騎車到桃園巨蛋 照理說騎兩個小時就到了 但是她在行經萬壽路時 突然起霧又變冷 還覺得同樣的路騎了很多遍 就像鬼打搶一樣 最後花了整整四個多小時才到達 有名就讀名傳的男子也表示 曾在半夜看到有白影飄過 當下不以為意繼續起 之後在經過一個廢棄加油戰時 發現白影竟然就站在路邊跟她招手 當她轉頭想看仔細一點時 沒想到就摔車了 然而我想起事發當時 對象沒有來車 她也沒騎很快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摔車 因為類似的傳聞不斷 當地人士深信 這是冤魂在抓替死鬼投胎 那接下來彌上也就來介紹 這裡發生過的靈異事件 有名網友分享他在萬壽路的遇鬼經驗 網友表示他從小就因為八字親 經常碰到好兄弟 有好幾次在碰到好兄弟時 旁邊有女友跟朋友在場 所以可以替他作證 而這次騎車遇到好兄弟的事 是發生在好幾年前的事的 那時我住桃園女友住新莊 那天放假女友過來找我 我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 回到住家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 在洗完澡之後就睡了 半夜女友突然醒來 因為她想起隔天還要上班 所以就叫我趕快送她回新莊 記得那時外面下雨 所以我就穿著雨衣騎著機車 騎往新莊的方向 因為我從東部北上工作才半年 所以對路況不太熟 只知道桃園到新莊要走萬壽路 如果熟悉這條路的人應該都知道 這條路在上山前會分成兩條路 最後下山後又合成一條路 當時我選擇騎左邊的萬壽路 在騎了一段時間後發現 女友似乎快睡著了 我怕女友會摔下去 所以翻慢速度起 之後感覺開始要下坡時 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當我騎過某個左彎時 看到右前方有一團白雾 從右往左的移動方式 從側頭前飄過去 我以為只有我看到 沒想到後座女友的手抖了一下 你有看到嗎 嗯 有看到 可能是有人在燒垃圾吧 我們沒想太多繼續騎 之後再經過兩次彎道後 聽到有台機車跟在後面 剛開始沒打算離那台機車 但是他就緊緊跟在後頭 我只好放慢速度靠路邊騎 想讓對方超車過去 結果當我往後照鏡看時卻發現 後面根本就沒有人 可是那聲音聽得非常清楚 機車就在後面而已啊 該不會又遇到好兄弟了吧 這時女友似乎也察覺到了什麼 正當我想阻止他回頭看時 來不及了 女友轉回頭看了 看完後女友放聲大哭起來 我只好一邊安慰他 一邊在心裡對著好兄弟說 我只是路過沒打擾的意思 如果小弟打擾到你 小弟跟你說聲對不起 小弟不是故意的 但是說完後那台機車還是緊跟著我 雖然想騎快點離開 但又怕天雨路滑會摔倒 只好在心裡默煉 後來在快到兩條路的交接處時 後面那台機車聲音 突然加速衝到我的左手邊 而我也很自然地把頭往左邊看 沒想到在離我10公分距離 有台破舊的敵絕 整台車頭幾乎撞爛 坐墊也沒了 更詭異的是 上面還沒有人在騎 之後我轉頭看前面路況 再次把頭轉向左邊時 卻發現 那台機車不見了 這時 女友哭得更大聲了 那天晚上 如果是住萬壽路的人 應該都有聽到一名女子 狂酷的聲音吧 時間來到清晨5點 終於平安送女友到家 我在安慰好女友後才離開 這時時間已經是早上7點多 在七位桃園住家 再次騎到萬壽路時 我不敢再走那條路了 所以改騎下面那條路回去 結果剛騎到山路沒多久 就看到另一邊的山路 有一堆警察跟救護車 地上還有一台機車 而那台機車就是DJ 有名在電子廠上班的員工分享 半夜值班時所遇到的靈異事件 我是一名在電子元件廠上班的設備工程師 公司位於桃園某省道的山路上 這條路到了半夜並不平靜 時常傳出跟阿飄卸購的時機 而公司就在這條路上 當然也就有被阿飄進駐的謠傳 尤其是公司地下的停車場 自己在運轉 是製造課長打來的電話 因為產能問題 所以那個廠區全都停機 現在自己在運轉 可能是哪個作業員在二座去吧 雖然我心裡是這樣想 但是膽小的我還是拖了阿賢跟小憶陪我一起去 在打開進場的自動門後 我就將門的電源關掉 因為要是遇到什麼突發狀況 一人快速閃人 沒辦法 鬧鬼的傳聞實在太多了 之後當我們打開電燈時發現 編號式的機台正在自行空轉 而且原本關閉的該機總店也被打開了 這讓我們認為一定是人為惡搞 所以決定等一下要掉監視紀錄來抓人 我看著這諾大的廠區發呆 突然間眼角瞄到 有個模糊影子一閃即逝 但我轉頭看了看 沒任何動靜也就沒多想 在把機台停止運作後 我們走到廠區旁的逃生替抽煙 欸 小憶冷了 怎麼沒有跟過來 剛點起煙的我 聽到阿賢這麼說才想到 小憶怎麼不見了 我們看向剛離開的廠區 廠內的玻璃窗還透著光 自動門還在開啟的位置 如果有打開電 自動門就會關閉 顯然當時在身後的小憶 沒有順手恢復原狀 這小子也太沒觀念了吧 當我剛想到這 廠內的燈光在閃了幾下後就滅了 就在這時 入口的門以超無平常的速度關閉 奇怪的是 電燈跟門的電源位置都在不同地方 除非有三個人一起動作 才有可能在同個時間點完成這些動作 沒多久廠內傳來小憶的慘叫聲 聽到後我們兩人對看了一眼 心裡所想的都是同個鏈頭 出事了 我們一邊喊著小憶的名字 一邊衝過去拍打電門按鈕 但是都沒反應 最後不管門會不會壞掉 直接用力把門強行推開 之後打開電燈發現 小憶疊住在牆角 雙眼驚恐的看著前方 四肢還不停的想讓身體往後 似乎不知道自己早已貼在牆邊了 我走過去叫著小憶 但他好像受到極大驚嚇 完全沒有反應 這時阿賢靠過來 一巴掌就甩在小憶臉上 才將他打回神 幹為什麼不等我 小憶在說完後 就往我的鼻樑皺下去 這莫名其妙的一拳把我給打猛了 正當我回神想要打這混小子時 機台啟動的警報音突然響起 編號室的機台再次啟動了 我們三人在認了幾秒後 嚇得連滾帶爬的衝出場區 等衝到逃生梯後 大家猛吸了幾口煙 情緒也慢慢冷靜下來 阿賢問小憶到底發生什麼事 小憶在吸了一口煙後 慢慢的說出剛剛發生的事 那時他坐在機台上為女友訊息 不知道我們已經離開了 當他回到一半時 燈突然就滅了 之後就感覺有個像毛髮的東西 插過他的臉頰 以為是我們在玩弄他 便罵了幾聲 但是看我們都沒反應後 就起身要離開 因為很暗 所以就打開手機的燈 不知道沒事 一照整個嚇死他 天花板上有好多顆人頭 而且都等著他看 那剛剛擦過臉頰的事 看到後他嚇得轉身就跑 結果卻被絆倒 之後就沒記憶了 直到我們出現在他面前 我聽得全身起雞皮疙瘩 正當我想說出剛剛好像也看到什麼東西時 就聽到阿賢不幸寫的說 機台會自動開啟 可能是陷入有問題 耳燈會滅 應該是電壓不穩 總之 絕不是這種怪力亂神的事 聽到阿賢這樣說後 我也只好把話吞回去了 畢竟阿賢是前輩 沒必要跟他起衝突 倒是小翼堅持自己沒看錯 要我們去看監視器 於是我們三人就擠在螢幕前 觀看監視器的紀錄 機台真的自己動了 而且沒有人為的跡象 不過沒拍到小翼說的人頭 正當我轉頭想吐槽時卻發現 他們倆臉色臨重的盯著螢幕 於是我閉起嘴巴跟著觀看 後來看到的畫面 我這輩子恐怕也忘不了 當燈熄滅後 遺留在現場的小翼手機 還持續發亮著 在微弱的光線邊緣 造出一個模糊的犬類動物身影 它的輪廓有點像是圖狗 但好像有點長 它的耳朵嘴巴跟身體 都比正常圖狗還要來的長 就像被拉長的銀子一樣 可以肯定的是 那絕對不是實體 也不是倒影 這如此詭異的身影 看著我們全都背脊發亮 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生怕會被他發現死的 不過他沒任何動作 就安靜的坐臥在漁光邊緣 過了幾秒後 他就憑空笑死了 當下我們把這件事 跟電燈配電 結果發現沒有任何異常 萬壽錄就介紹到這裡結束 如果你有遇到靈異事件 想要分享給大家聽 也可以投稿讓迷上以幫你分享 不想錯過最新影片 在離開前也別忘了訂閱跟打開小鈴鐺 感謝你的收看 Bye